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五节 那么第五节我们讲到的是流程控制 这个其实和C语言的一个流程控制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前面讲的C或者XOC里边都有这个内容 三大流程控制都有什么 顺序选择和循环 是吧 三个流程控制 我们来看看 我们快点的通过实例的方式 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过程 首先看第一个例子 就是比如说你去这个自动取款机去取款 请立个怎么取的款 我们看这个例子 先插卡 先插卡是吧 插卡然后输密码是吧 01-03 输密码输错了再办 重新输 重新输是吧 三次是吧 三次就 三次以后就不行了 我这已经写好了一个给大家看看 我们先让它知情一遍 好像是有点麻烦是吧 这么大一堆 嗯 第一步都替你做好了是吧 请插卡看看周边有没有坏人 有坏人就先别输密码是吧 然后输入密码 我这个密码看到了123啊 这个所有就是我所有卡密码都是123 然后输入密码 比如说给它一个是234吧 好像是 说你还有三次机会是吧 嗯 然后就三次机会 反正输不对 好 啊 卡被锁定是吧 那么从来 比如说你的密码都是123 哎 说就OK了 取了1000块钱 那么就这样一个程序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程序里边 嗯 我们说程序第一个流程控制里边 第一个就是什么呀 叫顺序 就是自上而下 嗯 这个顺序执行 也就是说第一个你必须要中行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在这个大的这个前提之下 这个程序有Mate主函数 开始进入 然后执行第一条语句 第二条语句 那么这个过程我怎么看呢 我就调试一下就可以看到 所以走到这个地方停下来了 对吧 然后我说往下走 往下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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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到了这个地方 啊 走哪去了 这个好像是执行 有点问题啊 这个重来一点 那个不应该是这个 看一下往下走 往下走 往下走 是吧 走到这个地方 可能刚才点错了 那么走到这个地方 请输入这个密码了 到这个地方去 是吧 请输入密码的时候 我们在这就输入密码 比如说 456 输入密码 他就走到这个地方 然后接下来怎么样了 判断是吧 嗯 判断不是123 那他跳到哪下 iOS里边去 是吧 说你还有三次机会 接下来就跳到哪了 这个循环里边 又让你输入了 输入说 这个345 再进行 那么他还要进行判断 不对 然后这个地方 还有提示啊 当然还是继继续往这走啊 然后我要循环三次 也就是说通过这个调试呢 我们能看到这个程序 怎么样执行的 刚才这句话 叫自上而下顺序执行 反正大的前提是这样 那么在执行的过程当中 他会怎么样呢 执行的过程当中 会做出选择 这个第二步 做出选择 对吧 你这个密码 对不对呀 是吧 密码不对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还可能会有什么呀 循环 对吧 循环的牵套 你这个三次密码不对 是不是要循环呀 这个给你三次机会 然后这个循环里边 还可能牵套的是什么呀 if else 那这个循环里边 还可能再牵套循环 复杂的程序 可能都是这样一个过程 对吧 那么这就是我们 我们最基本的一个 流程控制里边的三个方面 顺序执行 然后选择 这个也叫什么呀 选择也叫这个什么 分支 对吧 分支 就是分开几个路径去执行 那么过程当中 会有循环 是吧 这个英文叫什么 loop 是吧 循环 好 那么下面 我们就来看看 这里边要讲到的几个内容 程序默认是怎么走的 至上而下顺序执行 那么大部分程序呢 在执行过程当中呢 会做出判断 或者是呢 进行一些循环 嗯 复杂的程序当中呢 在判断当中呢 会迁到循环 那么循环当中呢 还会做出一些判断等等 嗯 顺序执行 自动循环机 那个例子 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 对吧 嗯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选择 也叫分支啊 这里边常用的 比如说有什么呀 E of else 什么sweech呀 三云算等等 我们再来看几个 嗯 把刚才这个代码给它注释掉 因为这跟C里边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是完全兼容的 我们就一带而过了 这个比如说 你有一个硬特类型的一个 硬特类型的一个A等于这个A等于1 然后B等于2 判断下如果A大于B 然后这个STD Cout 然后A STD 然后按L Also ListD Cout 然后B 然后这个Standard 按L 是吧 嗯 CumularR运行 输出2 是吧 这个最简单的一个if else 当然这里边我们还可以继续去比较 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有什么 这个 选择的这个 当然这里边还可能有千套 是吧 if else if等等等等 还有什么 Switch有没有 对 Switch Switch 比如说我们要进行一个判断 说 嗯 还是打游戏那个吧 叫direction 方向 上下左右几个方向 是吧 嗯 direction 然后如果你是 就是 1 2345 那么我们可以怎么样 定一个define 然后是up 是1 然后再定一个 给它一个红定1 然后向下呢 下就是dow n是2 然后是define 这个是 left 对吧 上下左右 然后 这个是2 别搞错了 再定一个 然后是right 然后是4 OK 那么在这我们就可以给它自己个长量 这个可以给它什么 up 如果你是up 然后就std 然后cout 输出 sorry cout 输出 这个什么呀 up 对吧 std 这个按 l 这个每次都这个std 能不能简单一点 能不能不写这个 可以 怎么写呢 就是using name space 然后std 然后这个后边就可以不加这个std 我们看看 就是我告诉你 现在都在天津 你就别问我 这个北京的事了 懂得意思吧 现在就在天津 然后这个是down 看一下我们这个 不加这个std 可以吗 这也可以是吧 down 好 等等等等 啊 类似像这样的这个 当然后边还有这个 还记着我们这个break吗 如果我们不写这个啊 比如说当前匹配的能匹配到1 如果不写这个 它连这个down 一块都能输出了 我们看一下 up down 那么break 是什么意思呢 退出了 是吧 break要退出 还有这个default 是什么意思 default 就是所有情况都匹配不上 就是default 是吧 andl 看这个啊 那么我们给它一个100 怎么样 看能匹配上吗 up up 是1 然后down是2 是吧 这两个都匹配不上 那就走到哪了 走后 所有情况都不匹配 那就default 这是一个switch 还有一个叫什么 三元运算 是吧 还记着吗 嗯 三元运算 然后怎么样呢 说int类型的a等于100 然后b等于200 然后int类型的max 就等于a大于b 再号 大不大 大就取a 否则取b 懂得意思吧 cl的输出 然后这个max 然后这个anl 也就是说 我首先执行这个表达式 这个表达式结果如果为真 嗯 那就输出a 嗯 否则能输出b 嗯 那么其实这个地方还可以比较 比较 比如三个 它还可以嵌套 这个地方再来一个什么呀 说a abc 如果a大ab 并且这个地方如果a大c 那就取a 是吧 对 否则再去比较 是吧 这个还可以嵌套在那边 这个叫三元运算 对吧 嗯 这个经常会用啊 这个 比如说简单的比较呢 我们就一个语句三元运算 就可以取代什么呀 这个if else 这个写起来更简洁 嗯 否则了你还写一大串 是吧 括号乱七八糟的 太麻烦 好 那么下边我们再来看一下 就是循环了 for while do while 这个我们还是简单给大家过一遍 然后 比如说 输出一个 1到100 i 加价 都是那些东西 是吧 需要的输出这个i 对吧 走 是吧 比如说我们要这个 求一下1到100之间的一个 基数核或者偶数核 intel型的sum等于这个0 怎么求啊 然后就是sum加等于这个i 然后这边要做一个判断 如果怎么样呢 i于2等于0 然后我就brick 这个求的是七数核还是偶数核 乱2等于0就是偶数 偶数我就 这个不是brick 得cutting brick就退出了 嗯 但是它算完了 我们也没输出啊 我们也不知道sum等于多少 这个就是 sum等于 然后这个sum 然后是andl 看一下 2500 如果这个改成不等于 是吧 是吧 改成10 10好算一点 是吧 30 然后如果改成等于 它要是25 那就对了 是吧 嗯 反正是加到10是一共55 是啊 其实还有简单的办法 就是 我们之前说过啊 这个是讲算法的时候 我们说过 这个 说高斯是吧 高斯很聪明 知道 知道高斯谁吗 知道 小学的那个 数学家 是吧 高斯很聪明 高斯算那个 他不然算 然后呢 呃 就是1加10 然后呢 2加9 是吧 这样算 然后呢 最后这减去除以2 是吧 这个不用循环 well循环 多要循环 这个我们就简单了 一个 什么well 嗯 嗯 加一个条件吧 说布尔类型的一个flag 等于这个错 flag 然后我说see out see out 一个loop loop什么意思啊 停环 是吧 一直走 看一下我这个程序怎么样了 一直走 一直走是吧 结束不了了 嗯 有办法结束吗 有 直接点这个结束 那在这我们怎么办呢 我给他加一个 技术吧 count 嗯 等于1开始 然后呢 这个 嗯 如果这个count 加加 大于10 然后我就break 或者是flag 等于这个false 然后这个循环就退出了 看一下 看一下啊 写错了对吧 嗯 看一下现在这个 10次 是吧 那么等于10的时候 他就flag等于false 然后到外循环到这个地方 withfalse的外循环就退出了 对吧 好 嗯 嗯 还有什么呀 还有一个dual循环 是吧 嗯 dual循环和外循环有什么差别呢 还记着吗 然后dual循环至少要执行一次 然后这个地方 条件在这 嗯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嗯 就是说他最后判断这个条件 比如说我们还是刚才这个 把它copy上来 然后这这也是这个 然后这个 这个 这要flag flag ok 那么这个和刚才那有啥区别呢 好像一样是吧 嗯 这个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 不一样在哪 就是说 dual循环在上了之后 先执行这个 du这一部分 嗯 然后执行完一次了再来判断条件 然后wyl循环呢 我有循环上来先判断条件 如果我这个条件为假 这个循环体有可能一次都不执行 是吧 直接就退出了 对 条件不通过别试了 是吧 还记着我们这个 那个拓展训练那个 大王那个 是吧 嗯 那个就是 我们一张嘴一笑 立马怎么样 失败 是吧 是这个不能通过的啊 要理直气逛 是吧 这个就是 那么后边还有什么呀 这个 嗯 熊华里边当然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几个关键字啊 比如说这个 刚才用到一个叫 科提纹是吧 嗯 还有一个叫什么 还有一个 刚才还用到了一个叫break 比如说我在这 把这个条件改成这个break break就是 中文就是翻译过来的是什么呀 休息一会儿吧 是吧 成前休息一会儿 然后打断或者中断的意思啊 那么这这呢就是雄环怎么样 结束 好 这个啊就是我们最常用的 这个 常用的几个这个流程控制里边的一些内容 当然更复杂的 比如说 嗯 我们经常有一些算法 比如说排序是吧 冒泡排序 至少我们需要这个 这个两个循环的嵌套 是吧 比如说还有这个 呃 查找 是吧 这个二分查找等等的 我们要有很多的这个 循环和这个 和这个判断相互嵌套的一个情况 那么在这 因为这个内容呢和C元完全完全一样的 我们就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就讲这么多 好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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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